王总好 哈喽 王总 你们的主唱呢 有很多细节唱得不太好 他自己有点郁闷 然后就回去练了 他回去练了 来 小凯老师跟你说几句话 哈喽 温蛋 别把这个当成一个任务 我觉得你的能力是能够驾驭住这首歌的 我觉得可以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 但我也不想去勉强了 毕竟这是他们的作品 而且提出这个想法 他们可能也觉得时间不够 或者说他们想坚持他们自己做的风格 我怕我为难他们 所以我最后还是没有说 我会觉得那些说语言暴力的人 是一些不负责任的人 因为他没有考虑到 你听了这些话会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本身 不会理那些讲言语暴力的人 如果你接受不了 你也不要说我要回击 受到伤害 你不要想着去伤害别人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做到的 你能考虑一遍世界名曲 因为爱所以爱你 因为 等一下 好像不太对 刚刚我是在用赛班的感觉 还是算了算 就正常 因为爱所以爱 感情不必拿来慷慨 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 我要你现在 没事 没事 洛宇 我相信很多人 已经能够感受到 你们五个人为音乐做出的努力 包括你们五个人带给大家的感动 你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 我就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走下去 而不要刚找到你们就觉得 大家没办法在一起做音乐 一起玩了 好吗 加油 他们哭的时候 我其实内心也很难受 因为我确切地知道 人生一定不会很圆满 觉得就是他们离开我们乐队 这样一个舞台 这样公司 我觉得很可惜 对 所以我们有一次的打赏 一点领导 我真的也很喜欢他们 想要给他们一点鼓励 郑若宇 郭欣 孙守弟 杨靖涛 还有朱冰赫 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我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这段旅程 因为他们刚刚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然后有任何问题都会来到我们的乐队公司 我们会帮他们